之間的風波不斷 同黨立委高嘉瑜 日前在政論節目中爆料說 黨內擔心年底的北北基桃主選情 不太妙 傳出有萬人的聲音 遭到了同黨立委趙天麟的痛批 說有這樣子的同志 還需要敵人嗎 還被大批的民進黨支持著很酸 說快退黨 倒是臺北市議員王世堅 他是非常的相挺高嘉瑜 他說高嘉瑜很老實 卻是被圍剿 很倒楣 喊話林之間說社會的判斷 已經出來了 不要挑戰社會的智慧 民進黨討論上參選人林志堅 情跑基層和鄉親擱乾淨 不過最近深陷論文案 和新竹棒球場一連串爭議 風暴還沒平息 同黨立委高嘉宇宙直言 黨內有聲音醞釀換奸 因為擔心外溢效應 恐怕導致年底北北基桃主選情 一失五命 引發黨內不滿情緒 有這樣的同志還需要敵人嗎 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 你去發表什麼什麼一失五命 你去唱這樣的一個風涼話 高嘉瑜不但成了黨內劍拔 還被大批綠營支持者灌爆臉書 很酸快退黨 倒是同黨的北市議員 王世堅送暖相挺 支持高嘉瑜很老實 卻被圍剿 實在倒楣 高嘉瑜說了 高嘉瑜第一個倒楣 論文 這是品格的問題 球場是能力的問題 系林人自己處理的時候 我相信以林志堅的智慧 他應該知道該怎麼做 不要挑戰社會的智慧 都是同一條船的人 我們一起要努力 林志堅爭議 不只對手陣營猛攻 也掀起茶壺內風暴 蔣佩吳翔三大堡報導